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营养健康的美食做法 准备300克面粉,加5克酵母,5克白糖 加白糖的目的可以促进面粉的发酵 再准备220毫升的温水,边倒边搅,搅拌成絮状 然后用手,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面团和好之后,盖上保鲜膜,密封发酵至2倍大 夏天的温度一般发酵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斤豆角和一块豆腐 锅中水烧开,把豆角放进去,焯一下水 往锅内加一勺盐,少量的油 加盐和油的目的,一是为了使豆角更加入味 二是为了使豆角焯水后不变色 豆角变软之后,捞出放凉备用 把豆腐先切成薄片 然后切成条 最后再切成豆腐丁 锅中放入适量的油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丁放进去煎一下 煎的时候火不能太大,避免把豆腐煎糊 豆腐煎到微微发黄的时候,加入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10克生抽 10克生抽 然后把所有材料翻炒均匀 关火,放凉备用 豆角放凉之后切成小丁 装到盆子里 把煎好的豆腐放凉之后也倒进去 搅拌均匀备用 发酵好的面团有很多的蜂窝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入一些干面粉 把发酵好的面团放上去 反复揉搓,排一下气 然后搓成仓条 用滚刀的方式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把切好的剂子撒上干面粉 防止粘在一起 再把所有的剂子按扁 然后擀成0.5厘米厚的薄片 取一张包子皮包入馅料 用左手拖着,右手打着褶子转一圈 包子的形状就出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包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再次醒发20分钟 二次醒发很重要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才会口感好 醒发到变胖,放入蒸锅中 大火蒸15分钟 关火后,煤5分钟再打开盖子 这样可以保证包子不塌陷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 营养又健康 比揍包子还好吃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喜欢就关注我吧,下期再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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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